排骨每天晚上去排队 正常这种应该价格很高吧 当然实际上我们仨人去 要那么大一份排骨 要一条烤鱼 要的什么芒果饭 要的什么鸡爪的汤 还有炒的蛤蜊 还有好多东西那桌子都放不下 一共才合人民币200多块钱 200兔头 泰国吃的话是真心便宜 吃便宜 当然在这中餐比较贵 吃中餐就有点露不住了 中餐平平常常就是一小顿 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三个人 去吃一顿串串 500600人民币很正常 你像我自个儿去沙县 自个儿去沙县吃顿饭 我头两天去沙县吃顿饭 两个两张饼 一碗牛肉汤 那牛肉汤里边就几片 几片牛肉 然后加一碗粥 加五个鸭针 一共就这些东西 人民币90 吃完兰酒拉面三十多 鸭针贵啊 八块一个啊 鸭针八块一个啊 我检打着 这个有象兰酒 父母 你会遇见 这些东西 如果全部潮流 就像两个儿来 这样 怎么回事 都要去封 d香 如果还有什么 终于 沙县 反正其他的都还好 你上菜市场去买 就回来自个做的话就更便宜 买海鲜什么的 比国内便宜一大几 这一块的夜景不行 好的夜景在我背后我们看不见 就在这一半球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都在就是这一半球 咱这草不见 这边都是没有小平房 这两天给我默清说他住哪里 我请他好好静静他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